往下南京黑肉酒精 好 踩一下南京 踩一下火爆 火爆 火爆这边小虎 你好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哈喽大家好 我是火爆的教练小虎 今天其实能看到跟上一场对比 就是整体是有进步的 那具体是怎么调整过来的呢 主要是给选手处理一定的信心 因为我们是一个全新的队伍 然后其实上一场的话 没有就是把我们想到东西打出来 把大家打的是有点无所谓的 然后主要是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后续的调整呢 其实能看到就是选手 也在英雄池上有加深了 那后续的调整有什么打算 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吧 就是我们先把前面几分钟做好 然后到后面再把中期做好 对 现在其实 其实前几分钟我们都能看到了 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调整 都是在进步的 那想了解一下教练就是队内的一个指挥情况 是谁来做一个主指挥 队内主指挥应该是建新吧 然后其他人大多都会给一些意见吧 就是老将的经验很足 所以还是让建新来做指挥的 那今天其实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在于队伍中期的一个止损 包括拿到优势了之后 并没有把这个雪球给滚大 教练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最近我们着重都是在 去做前期的部署跟规划 然后忽略了一些中期 敏藏的一些问题吧 然后包括下一场要对阵到的是上海RNGM 觉得教练这边有没有什么需要去针对的 毕竟他们现在一场都还没有打 我觉得我们自己就一步一步来 慢慢进步就好了 我们不用去管队说是谁 好的 感谢教练接受我的采访 好 下一场加油 再见 好 拜拜 我采访一下 我采访一下老汪 你这个第一次采访 有点小紧张是不是 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小虎教练 他能够给大家就是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确实在努力了 而且我们也在加弹前中期的东西 现在就是要解决中期往后走 把这些东西巩固下来 让选手慢慢的去吸取吧 因为重新开始真的是要一点一点抠的 你不可能同时把前中后期 在这么短时间内一步到位的抠完 所以说现在就是感觉前期有一点 在这个健身的带领下 是有一定的前期节奏了 那么他们的一个中期 我觉得现在这个版本中期非常关键 所以他们中期真的是要去好好的去磨练 但他们至少抓住了一个重点 前期这个版本很多队伍都会加强了 所以他们也是先走了这第一步 对 而且我觉得火爆的话 它需要跟过去的自己相比了 就是他也讲到未来的路要一步一步走 因为可能现在这个B组 我们也说是地域级别的B组 每一只对手都很强大 所以对于火爆来讲的话 它如果每一场打得比上一场都有进步 其实我觉得它也算是一种进步嘛 但是前提是在于 你一定要进步的速度快一点 是的 那感觉能打出自己的东西 一步一步往上走 而且你的起点上来就是KBR了 对 其实从B组开始嘛 就看能不能往前再去打 就给他们试错的机会也多 对 而对于南京黑色酒精 现在目前从前两场来看的话 他的对手并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一个困扰 我也是非常想看看 当他遇到给他带来困扰 有这个对抗级别的时候 南京黑色酒精会展现一个 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对 就在他们的下一场了嘛 对 队伍到速度KSG 到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想 其实一伙采访的时候也可以问一下 问他们怎么想的 因为九折上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自己有说到嘛 他觉得B组的对手就是苏州KSG 然后和上海DGM嘛 对 但是上海DGM现在是被苏州KSG3比0了 所以说上海DGM在这三支队伍里面 现在是身份是最低的 对 但KSG就不一样了 对 其实KSG的话 他现在确实打的是很舒服的 所以说现在对于EDG的话 可能他们可能要在下面更加下功夫了 因为确实他的竞争对手 现在战绩都是非常之好的 对 其实还是很想看到 南京黑色酒精像CNW一样 包括XYG一样 就是他们会拿那些新鲜的东西去尝试 像今天就让我们看到了女娃 包括之后我还想看到更多的东西 但是今天低场也没有 就像我昨天我看今天比赛的时候 我是要真的想看公本 想看公本 我真的想看公本 对 因为公本现在也改了 就感觉他的招式特别的华丽 所以我们看后续比赛里面 有没有公本 包括一会儿问五位也可以问问 他对公本是怎么看的 对他怎么看 看他觉得适不适合大野 对吧 从这点上来讲的话 确实因为大家都很期待 说新公本的一个上限嘛 包括我们今天赛前也在聊 因为新公本 我们都知道他一个大招 有一个类似于重伤的一个效果 他比重伤还厉害 对 比重还厉害 别回了 五秒钟别回了 是的 好 那接下来南京黑色酒精 无味的采访也好了 然后我们进一段采访 无味你好 可以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打接下来酒精无味 第一个问题 就想问一下 今天第三局拿到女娲的时候 当时是怎么想的 当时是因为我们中单 现在是快活服女娲了 所以说想玩一把 那后期还能看到 就是你们还能拿出一些 新鲜的东西来吗 会会会 就比如我会选刘备啊 公本啊这种的 公本 真的有有考虑 平时训练赛也有练对吧 对对对 好 包括像第三局也有一个 就是游走位的一个轮换 是把医生给换了上来 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当时就是医生 就这把应该想选 梦田之后阵容 所以医生三级玩的比较好 可能就把它换上来了 就九折其实提前已经部署好了 这套阵容该怎么去搭配 所以就把医生给换上来 是的 包括你们下一场要面对的是苏州KSG 他们现在也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对手 你怎么看待的 我只能坐着看 坐着看 会不会有一些研究 因为他们也打过比赛了吗 可能多研究 多针对一下对面打野吧 然后多进他野局就好了 还是有一些针对在的 包括赛前 其实有看到九折说你胡子没有刮 这个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你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九折教练说什么都对 教练说什么都是对的 然后包括最近也有 对也有听说到 就是五位马上要出一个单曲了 想现场听你听唱几句 可以吗 给我们做点心理准备 只能说 只能说把那个机器留到最后一天吧 可以的 就是13号的中午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那后续的比赛 五位要加油 感谢五位接受我的采访 再见 拜拜 我现在越来越好奇了 作为峡谷知名的 这个峡谷百灵鸟之一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曲 一点都不透露 真的让人越来越好奇 等着13号上线的那天了嘛 是 老王的体验感觉怎么样啊 第一次挺紧张的 第二次了 第二次 第二次 上了很多 是是是 进步很神速 所以今天的话 其实这场比赛的一个凌峰 还是让我们看到了 南京又是九竞 他们回归已经六小局连胜了嘛 九折的回归 真的是让整个队伍都不一样了 对 这就是一个队魂的重要性 确实给队伍带来了 很多的一个变化 包括他们训练赛 又可能说是比赛的一个氛围都不一样了 确实 而且无畏这个点 我们可以在这个语音里面听到 他更多的去参与到一个指挥 包括辅助位上的轮换 包括这个女娲的登场 我们会发现九折 他回归了之后 并不是重复自己之前的夺冠的路程 而是又根据队友情况 去做一个新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经验教练 必备的一个能力 是的 今天的第二场比赛是杭州 基地大俄对阵成都 A级双方会让我们稍微休息 马上回来